三黄片,三黄片功效的古人论述 三黄片源于汉代医圣张仲景金奎要略中的谢心汤 方要组成,大黄二两,黄莲,黄青各一两 功效,卸火解毒,化石卸热 主制,热胜破血旺形,吐血绿邪,或三胶石热 高热烦躁,面红木赤,口窗臃肿,及湿热黄胆 霍乱等症 谢心汤在近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 被历代一家所推崇 在其他大家的方计里也有该方的影子 孙四秒,前进一方三黄丸,黄青,黄莲,大黄 至男子五劳七伤,消喝不生肌肉 妇女代下,手足寒热 宋太一局边,太平惠民和计局方 第一步由我国政府要是机构颁布的方计专注 三黄丸,祖方也是黄青,黄莲,大黄 主治,三胶肌热,上胶有热,目尺头痛,口舌生疮 中胶有热,心格烦躁,饮食不美 下胶有热,小便赤色,大便密结 五脏聚热,菊节创疑 极致五斑至极,肛门肿痛或下节血 病致小而肌热,如何服用三黄片 三黄片是一种中程药,非处方药 一般药店都有销售,其说明书中的主要内容 成分,大黄,盐酸小薄碱,黄莲素,黄青净高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泄火通便 用于三胶热肾所致的目尺肿痛 口鼻生疮,咽喉肿痛,牙龈肿痛,心烦口渴,尿黄便密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四片,一日两次,小而酌碱 建议的服用方法和适应症 一,服用剂量,建议每天服一次晚上七到八点左右服下 每次六到十二片 首次六片,以第二天大便出现腹泻的感觉为一 如果没有腹泻或大便次数没有增加 则第二天晚上需加量至八片,依次类推 基本原则是,以第二天大便二到三次或出现腹泻维度 但腹泻的次数不要太多,超过三次就减量 有敏感者可只用一到二例 每天大便次数本来就比较多的人 可以以出现腹泻为用量标准 小儿可按年龄按比例减量服用 二,服用方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由于肠蠕动减弱 都被便秘的问题所困扰 所以一般七到十天左右服用一次 每次连续服用二到三天 一般人建议每半月至少一个月服用一次 每次两天左右也可根据身体情况连续服用一周 小儿或儿童以半月左右服用一次为宜 但当发现孩子的舌胎变后 或舌尖红或大便刚节口有异味 或有感冒的征兆等可立即服用 长期的病人建议一周左右服用一次 3. 适应症 1. 身体出现上活症状时如三黄片说明书上所写的 目翅肿痛、口鼻、舌生疮、咽喉肿痛、心烦口喝、尿黄便秘等 2. 当舌胎出现异常时如舌胎黄厚或白厚 或舌尖红或舌至红五胎 或花斑胎或舌面出现裂纹等 3. 身体不适时疾病初期如感冒早期 头痛、发烧或腹胀、胃胀、口有异味等 由于上火着急导致的失眠等 或身体疲惫女性白带增多或有异味等 脸上起红斑包括青春痘 或过敏手上或身上类似的过敏反应等都可服用 感冒时可每4小时左右服用一次一次8到12例 小儿感冒时也可用到4到8例 血压升高时可及时服用8到12例 4. 注意事项 服用三黄片后的不良反应 服用剂量过大时腹泻前多有肤痛的症状 一般泻后急安不必多虑 如果肤痛较重可减少服用的剂量 应该提醒大家的是 要避免连续较长时间的大剂量服用 连续服用的时间不要超过一周 服用期间要注意适当补充水分 每天大便的次数不要超过三次 可通过药量的加减进行调节 每天大便次数较多的人也可服用三黄片 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感受适当调节服用的剂量 不同品牌的三黄片作用强度有差异 服用的剂量也不一样 最多的可以服用到20例 金葵盛气丸 如何服用金葵盛气丸 金葵盛气丸同样源于张仲锦金葵盒略中的盛气丸 盛气丸方是千百年来上万中药方计中 最重要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方计 原方八位 圣地 山药 山珠鱼 福灵 丹皮 泽谢 桂枝 致父子 用名八位圣气丸 八位帝皇丸 或贵妇帝皇丸 金葵圣气丸 是在圣气丸的基础上加牛膝 车前子而成 该处方最早记载于宋朝的寄生方 用名寄生圣气丸 成分 帝皇 山药 山珠鱼 酒制 茯苓 牡丹皮 泽蟹 桂枝 父子 制 牛膝 去头 车前子 功能主制 温补肾阳 化气行水 用于肾虚水肿 腰细酸软 小便不利 胃寒之冷 金葵 肾气丸的主要作用在于化气行水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通力小便 大小便的畅通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定期服用具有相关功能的中药 可以有效保证人体代谢的通畅 从而起到提高健康水平 防止疾病的目的 所以 本品可以作为定期服用的保健中药来使用 服用方法原则上按说明书 小儿可按年龄按比例减量 一般连续服用30到40天 停两个月左右可再服 或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是十周期性服用30到40天 过度疲劳可以作为服用金葵肾气丸的一个主要指征 实际上 当你的身体出现任何不适时都可服用 比如感冒时 可加倍服用 每3到4小时服用一次 在服上三黄片 感冒应该会很快痊愈 服用金葵肾气丸后 如果有口干等上活的症状 可以把每次的服用量减去四分之一 集20例改为15例 如果还有上活的症状 就在减五粒之十粒 依次类推 对于这种服药后的上活反应 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体对药物的作用比较敏感 所以可见谅应知 神移虚的病人也可以服用 众义理论中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孤阴不长 毒阳不生 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 同样的道理 要有效的滋阴也必于阳中求阴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服用金奎肾气丸 不必看医生把脉变症 从中医理论上讲 该方可以阴阳双条 我主要是取其通力小便的功效 张仲锦写下谢心汤和肾气丸已经2000年 世代相传至今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想起了要王孙四庙的一句话 人命之众有贵千金 一方济之得予与此愿与天下的良衣共勉